跨区转服实录 兄弟们,给大家来实录一下跨区转服的全流程 首先呢,是点开系统,然后跨区转服 然后选择你需要前往的服务器 这里呢,我们之前预约的是这个2575区 在你预约的地方,它会有一个预约二字 直接进入下一步 然后进入下一步 然后选择赛区 这个也要根据你即将要转服到的区服的小伙伴们确认好 它究竟选的是哪个剧本 然后选择对应的剧本继续 然后呢,这里会提示你要转网的区服 以及所需要的费用 像我们这个跨度比较大 所以费用是8000珠 Made,又让灵溪赚到 然后呢,是这个跨区介绍 这个非常重要,介绍的非常详细 大家最好是抽时间去看一下 如果没有准备好,点取消就可以了 好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呢,是角色会清除原有赛区的所有数据 也就是说你的占领土地呀 还有你的封城呀 这些东西都会没有,好吧 然后结算规则呢 是你既不会有这个转出赛区的结算奖励 也不参与转入赛区的结算奖励 等于说你什么都没有,好吧 然后呢,为了能够保证你在封赏中的这个粮食补给呢 会通过邮件发送300功勋 也就是救急粮,保底粮 转入赛区的规则呢 是在转入赛区无法领取黄图霸业 然后以及一系列的这个奖励 无法进行双倍充值 只有你在转到这个区服之后 到下一个赛季才可以继续双倍啊 但可以正常进行签到和免费半价抽卡啊 这个是不受影响的 然后在赛季末的时候 也可以正常使用剧本的报名功能啊 因为你转入的赛区 它自身应该也是在快要结算的时间啊 你才会可以转服到他们那个区 然后转服前的准备规则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当前服务器就在停留6个小时 在6个小时之内呢 你就会进行一个转服了 但在这个时间段之内 还是可以随时进行取消的 但是不会返还以消耗的金珠 和可转让名额啊 可转入名额 这个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大家在转去之前 一定要慎之优胜啊 不要浪费了金珠 在停留期间呢 主攻也可以选择立即转出啊 需要注意的是 在6个小时结束后 3天内登录角色将自动转入目标服务器 而三天后登录将无法转服啊 所以也就是说 大家在三天之内 要尽快的去登录一下 你转入的这个目标服务器 好的 以上就是这些介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